县政府补助台东市观光夜市促进会 发行面额50元的夜市抵用券5万张 金额总计250万元 供民众持振兴五倍券200元 兑换250元的夜市抵用券 希望能够创造达到两倍的经济效益 振兴五倍券因为它没有小面额的 它的最低就是200块 所以我们想说 那真正要照顾到摊商 就是需要那种同版美食 因为整个夜市的场域 就几乎大部分都是50块为单位的消费 所以我们就想说 这一次的补助案 我们就把它换成变成 把这一个金额 把它五倍券的金额再给它缩小化 就是变成50 50 50为一个单位 那样的话可以真正的帮助到 这些小摊商 民众他在使用的时候 会也比较方便 消费者他是拿200块 他可以换到250块 然后政府的补助刚好是50万 那50万我们把这一个振兴券的兑换过程 由50万的夜市 现股的补助 我们把它创造出250万的经济效益出来 然后这经济效益是只有单纯夜市券的部分 然后消费者如果说他可能还会再加码使用到现金 所以他可能是以我们的预估50万的政府的补助案可能会创造出500万的经济效益 今天是退换400分 那我们就是每个礼拜五都会兑换 我们是用到10月31兑换完截止 就是拿我的那个振兴券200块的 对 拿来我们这个观光夜市 这个加热五前面这一个广场来兑换 继经济部补助数位绑定振兴券 塞牙漆扫码送奶击的活动告一段落后 县府通过的台东市观光夜市促进会所提计划 而补助的夜市抵用券 11月27号开始兑换使用 希望为正庆路台东观光夜市引客刺激买气 第一年好几个月来 我们今天看到前面的夜市 刚才感到非常热闹的鲜味 我们下一次在我们吃在嘴里 甜在心里 目前是先到今年先做到这一波的振兴 那接下来要看明年的疫情 还有县政府遇上通过的情景 我们会再持续的来照顾我们的夜市 观光夜市 这种热闹的场面真的是 让我们心里面非常的丰盾 这一段期间 疫情这一段期间 虽然说有受一点影响 但是这一段时间是应该是蹲的时候 现在已经跳跳跳上来了 所以才有今天这个热闹的场面 除了在现场可以换到以外 那有些部分参加我们活动的 也可以到了我们的旅馆业那边做兑换 那我们有些饭店也有提供加码的活动 这样的好康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县政府 能够在疫情延禁的时候来加码来补助 那我们也祝福我们各位摊商生意新鲁 台东市观光夜市促进会常务监事罗永锋表示 该会与台东县旅馆商业统业工会合作 夜市敌用券半数兑换对象为住宿的台东旅客 半数于即日起 每周五晚间六点起 在台东观光夜市兑换 这项夜市券发行促销活动将会在12月31号结束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